五月是孝亲月 马六甲带幼儿园四岁班 有一场孝亲感恩会 当天孩子透过画画 来表达心中的家 同时还有奉茶跟洗脚的活动 不仅让孩子学会孝顺父母 也让亲子关系深温不少 孩子们画出心中的家 父母心有灵犀 一猜就对 因为我觉得这画都是他画的 他很喜欢画全全 五月孝亲月 马六甲带幼儿园四岁班 办了一场感恩会 如果没有感恩心的话 他的心就变成 不会珍惜我们身边的东西 我们需要父母来配合 然后他们就知道说 原来这种叫感恩 是要谢谢 打从心里发出来的谢谢 小小手细心为父母洗脚 还奉上一杯感恩茶 孩子贴心的动作 父母深深感动 倒茶的时候 因为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动作 我特别感动了 是说我有点要掉泪 感动 然后也看到孩子很大的改变 我看到他长大了 我看到他慢慢地成长 我也是觉得很感恩 孩子已感恩心歌颂父母 孝顺从小学习 戴新闻林慧珠 钟静明 马来西亚报导